上個禮拜講的東西其實非常重要 尤其在那個網站server上面的那個架站上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錶單的話 你沒有辦法跟使用者做溝通 那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設計錶單 基本上錶單呢 它是一個HTML 有沒有你會發現那個語法一定是一個 FORM 一定是FORM開頭 所以一定是FORM FORM開頭然後結束一定也是結束一個FORM OK FORM 不好寫 然後呢後面有兩個參數很重要 一個叫什麼呢 一個叫他的那個 Action Action是要丟給哪一支程式幫你去接收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有個Action裡面 假設我們有個BMI 那BMI一定要接收 那接收的話呢 還要看你是用 你是用什麼方式丟 所以跟後面有個參數 叫什麼呢 一個叫Manser Action是丟給誰 Manser的話是用什麼方式 那上禮拜我們主要是用Get 不過後來的話 我有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Post 有沒有 那基本上Get跟Post的差異 這也非常重要 因為 表單的傳遞 如果你用錯方法的話 當然會出很多的狀況 像那個 帳號密碼就不能用Get 所以你只能用Post OK那你有沒有辦法在那個上禮拜部分呢 把那個 表單設計部分呢 改成Post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Manser的部分呢 改成用Post就可以 另外呢 接收 所以丟 那個表單部分是丟嘛 丟的話是丟一個Request 所以 SERVER端那邊的話 會有要求 我要跟你要一些東西 你給我一些東西 然後呢 他就會用Response的方法 丟給你 所以其實SERVER端 無論是 Jungle也好 或者其他的 反正都類似啦 就是 我丟一個訊息 一個Request給你 那你要Response 什麼東西給我 那根據什麼呢 根據 你 我丟個程式 他處理完之後 會再丟回來 丟回來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會 如果用GET 你可以用那個 Request裡面有個GET 不過大寫 如果Post就Post 不過Post最後我有講到 必須要加一個 大瓜糊 有沒有 一個TECKN 那個 就是為了加密的問題 這個也是Jungle 他 他也不是Jungle 但是 現在的新的網 為了要加密 所以他會放一些 有點像加密的密碼 如果沒有那個TECKN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 正確的被顯示出來 這上個禮拜的部分 各位應該有印象 那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在雲端上都有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包含 我們是從年齡判斷 然後這邊 先建一個什麼 一個 這個叫T T T的話 實際上就是Templates 實際上就是他的樣板 樣板要先把它弄出來 那裡面的話 大概就這些 其實用來用去 不外乎 就我剛剛講的 他一定會有一個縫 一定會有一個結束縫 反正頭跟尾在這裡 一定會有Action 一定會有個Mensure 所以關鍵在這裡 另外呢 裡面就是給他一個什麼 Input Input的話 基本上如果一般最常用的一定是文字欄位 所以文字欄位的話 Input Type 就是Test 但另外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什麼 單選 複選 或者是下拉清單 那那個部分Input Type 也是Input Type 不過呢 他的名稱不一樣 可能叫什麼Radio 或者是叫 什麼ListView 之類的名稱 你把它改 你就可以用不同元件 去設計你的表單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 你們可以在自己 玩玩看 那如果對於那個表單設計 比較不熟的 那你可以用Dreamweaver去拉 反正Dreamweaver裡面不是有一個 那個上面 我有教過各位有沒有 把那個Dreamweaver 改成傳統的 那上面就有一個樣 有一個那個工具列 你就用 用什麼 自己再把它變出來 OK 那其他的話 標準的動作一定是 如果你要做像類似像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表單的話 標準流程 第一個 一定是建一個View 所以先把這個 建一個T Template 一個網頁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一定是再去處理什麼 處理View 所以第一個是Template 第二個View View的話就是說 當我 有沒有 使用者輸入60的時候 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會 丟給那個Action Action裡面的話會觸發一個網址 網址裡面背後會對應到一支程式 就是那個View 裡面的那個 這個 這個FORM 那他就是 再丟給那個Action 讓他去 應該這個是先顯示 我們 先利用這個去把這個網頁帶出來 當這個網頁裡面的Action Action動作之後會丟給 有沒有 所以我的Mancer 是Get 但是我Action是 那個什麼 那個Edge Edge就會觸動他 然後把資料丟給他 用什麼呢 Request.Get 然後把 他輸入了那個資料 所以 60有沒有 基本上 丟過來 就Get 給他 他再丟給前面的這個 OK 有點像資料的傳送 所以你會發現 他就是一個資料流 穿來穿去 就跟打棒球 你球一直丟 一直丟 丟到積累就積累 然後他就判斷 但是丟過來的東西 他是雙引號的 就是60的自串 那你必須把它轉成INT 變成 60 有沒有 然後呢在這邊可以判斷 如果你沒有轉型的話 當然會判斷 因為 如果你是自串 就沒有辦法做比對 OK 然後其他比完之後 再用Return Respond 把結果給輸出 你輸入年齡是 幾歲 然後最後的結果 就把它串一下 是壯年還是老年 那60的話應該是壯年 OK 多過來這裡 OK 現在好像65真的也還是壯年 像那個昨天 開那個學校家長會 校長55歲就退休了 55歲我想 他家還蠻年輕 可是他55歲就退休了 所以 還蠻 他做的還蠻好的 只是說 時間到了 而且像我們班上那個 吳大哥也70級了 你看他也是壯年 對不對 所以人生真的是 現在平均壽命齁 應該慢慢再拉高了 可能以後 活到80 90應該都不是什麼 太大問題 而且 主要是生活品質啦 每個人可能 又不斷在學習新的 所以其實 都要心理準備吧 一局不像以前這樣的生活 我們 可能 一直在勞動 他們都是生活其實還蠻好的 而且 醫療各方面都很好 那 所以 其實 不斷在學習 最後 再另外 UIL 所以 其實就三個東西啦 第一個一定是 Templates 第二個一定是 View 第三個一定是 UILS 反正這步驟都固定了嘛 你就 要建一個View 而且表單非常重要 這個其實 你所講那個 任何的 互動式網站 你不會表單就是 什麼 你幾乎都做不出來 第一步最重要就是 做表單 如果你不會做表單 你動態網頁 也做不出來 而且這個畫面 你也可以甚至改成 那個手機上面的畫面 手機上面也可以這樣填 其實很多現在手機上面看到的 雖然那個畫面 長得跟我們這個 有點類似 不一樣 但實際上他只是做個包裝而已 背後其實也是個Server 但不管說什麼技術啦 以後也有可能變Jungle 目前主流也許還是在像 JSP 應該是PHP啦 或者金融業也許用的比較多 ASP大內置 之類的 也許未來 因為Python的關係 可能 會有一波 怎麼樣 更換 但舊的你不可能把 叫他 叫他走 因為他沒有學新的 要不就是舊的會被迫要學新的 那新的人就是一定要也要學新 新的當然沒有問題啦 他就學新的 不過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一個新人喔 進去會第一個問題 就是你只會新不會舊 只會新不會舊 也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很多 案子都是要你從舊專案 把它提升 改成新專案 如果你 也會新也會舊 那是最 最棒的 目前喔 看起來好像心黃不接 新的人很多都只會新的 舊的問他什麼 他什麼都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這個 他一問到新的 他說這個學校老師沒有教 我沒有學過 他就很緊張 所以最好是什麼 你通通都會了 哇通通會最好了 怎麼樣就馬上可以 一下就可以把那個案子給搞定了 那 這是老闆最喜歡的 不過你要想想看 你有沒有這個能耐 新舊都可以喔 OK 所以最好啦 PHP也一定要 會因為這東西其實更正地步 他更紮的很 尋尤其台灣 中小企業 90%以上 那你 不要花任何費用喔 那你首選一定PAP加MySQL 對不對 如果你要一點費用花的錢 也不算少啦 你還要微軟的 的話就是 ASP大內證 用XSharp來寫 這些東西其實也 最好如果你都會 又會 Python 那我想你將來 應該機會多的 到 應該是 工作 接到你可能手軟 還一直說 考慮看看 不要了 為什麼 最近就也是有 某單位 也是 找我 第一個他打電話來說 老師 我們可能給你的終點費 沒辦法 讓你預期那麼高 我說 你先講講看 你說 第二個是說 還有不是終點費 還有有沒有時間問題啊 你要你給我那麼多終點費 不見得我有那個時間 對不對 所以就是在 在搶 而且 對口那個 那個 那個也是 一個老師喔 他自己本身也在教這個領域的 可是他還沒有 沒有教到Python 所以他沒辦法教這一塊 OK 他因為他有 我不知道 我也不認識他 他就直接打電話給我 很客氣 他一直覺得說 第一個好像覺得 我的終點費一定要很高 第二個呢 我一定很忙 他直接說 老師不好意思 打擾 應該很忙 這是不是一個錯覺 為什麼讓人家覺得說 會有這種錯 也不算錯覺 就是你的 你的價值 你就是要自己要把它創造出來 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我跟他也完全不認識 第一個我相信他一定有看過我的 影片 第二個他一定有看過我部落格文 這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啦 如果他這些都看過的話 基本上他也不會有 太多連 他不會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先來面試一下 你可不可以來試講試教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 什麼資格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 對不對 他都不會問這些啊 老師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他也不會質疑說 老師你能不能教 這個課程 很奇妙 像找我的奇怪 都已經熟門熟路了 好像感覺已經對我的底細都很了解 這樣當然是好啦 以後如果 真的對的東西就對了 你要讓人家知道說你真的會 那你要怎麼證明 像我的東西啦 毋庸置疑 我就放在網路上 反正你愛看你就看吧 如果你覺得不好 你就把它 刪掉 或者你就把它 不要連結 不要看沒關係 如果對的東西啦 看了就對了 像這些東西也是我自己整理出來的 一套邏輯 因為我知道城市設計 真的很 瑣碎 但是你不能把瑣碎變得更瑣碎 有些老師是瑣碎裡面再把它變得更瑣碎 那永遠學不完 應該把瑣碎裡面 挑出最重要的東西 先講最重要 掌握住之後 再去慢慢延伸到 可能需要的部分 技術 可以的方式 可能 同一件事情 解決方案 至少10種以上 那你不是說10種全部學 你應該挑一種 去專精就好了 好像做表單啦 可能每一個 書上寫的都不一樣 這才厲害 每一本書寫的都完全不一樣 教Jungle 每一本書也就 都講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那怎麼辦 你每一本看完之後發現 天啊 我應該以哪一個為標準 沒有標準的 你最後發現自己好像不會做了 其實不是 你應該挑一個 挑一個對的技術 就好了 什麼叫對的技術 其實你就把我這個東西學 學得熟就好了 其他的話慢慢 再自己去變化 可以提供給各位參加 其他還有像什麼 相加 有沒有 這兩個相加 所以以後你要 給自己考驗 回去的話你就看這個畫面 請你把這個畫面裡面的結果做出來 這樣表示你就會了 如果你看了這個畫面之後呢 你只是在那邊發呆 那表示說你真的沒有學會 OK 回去試一下喔 這都是作業 當然我們也沒有要做 那個 考試啦 應該給你的測驗 今天 馬上先給我做 幾個表單出來 如果你這些都OK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OK的 其他還有像一些變化 上禮拜有講過說 那個 未成年 青年 壯年 老年 你就找四張圖 就是 如果他今天是未成年 你除了跳那個 你是未成年之外 也跳一張未成年的 圖 放到底下 這個是延伸 不知道有沒有人把 這個延伸題 做出來 有嗎 有 那個 慶忠有把那個 這個 所以 如果 那表示他應該 真的 而且他 有 分享那個 用那個 樹莓派 那個 控制燈 也 效法那個 吳大哥 一樣 把那個 而且不只這樣 他那邊上面塗了 有控制之後還有圖喔 還有真的有燈會亮 那不錯 物聯網其實現在很需要就是跟那個像樹莓派做串接 那樹莓派可以去控制其他的東西 其他跟電有關 像家電之類的東西 如果這些都OK的話 這個應該是 機會就非常的多了 而且你可以把它demo 甚至你可以把它拍影片 放YouTube上 對不對 如果人家 像獵人頭公司啊 或者一些 一些公司他需要人才的話 他們有時候也會在網路上找找看 如果 或者說你丟履歷的時候也可以把那個連結傳給他 老老闆一看 對他會 真的是會 再找來面試 其實就很快就OK了 其實真的 現在要的就是 真的對的人啦 你說真的 不對的人跟他聊半天 找再多次 也是只有 感覺有點浪費時間 因為到底這個人會不會啊 他講的好像很空泛 學歷是很好 經歷也是不錯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實際的東西 到底要不要用他 對不對 如果用了不行怎麼辦 那就是一個問題 OK 所以其實有多少人耐給你多少薪水 我想 這個應該是符合現狀的 而且現在HR真的很厲害 HR 他會 把你所有的價值都用很多量化 你應該拿多少錢 其實 他應該都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表 然後 OK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 把那個上個禮拜 這些東西 也許 BMI 最後的重點 我們上個禮拜有三個 那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在雲端上面這個影片裡面 點進來裡面都有 目前的話 這邊上個禮拜的東西 BMI 最後有一個 把GET改成POST 這個非常重要 如何改成POST 我講過網路上你Google一下 你會發現 Jungle在講POST這部分 真的很少 GET比較多 POST比較少 不過你會發現改POST居然這麼簡單 有沒有 還記得吧 就三個步驟而已啊 OK 所以這個後面只要是 像登錄 帳號密碼 我們其實也會用到POST 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稍微把重點回顧一下 待會的話呢 我們接著 後面還有其他的練習題 包含也是一樣 這邊POST這邊都有講到 最後其實是把這個TECKN 這個 把它複製過來 就可以變成 POST 非常的 應該算是簡單啦 以後如果你要登錄賬號的話 其實就OK 那今天的話我們 再來看幾題 上禮拜是 講到那個 迴旋結構裡面 BMI 這個應該是 那個 接下來後面還有幾題 我們再來針對 邏輯 跟著一下 後面還有像什麼 MANCE CAI 或是其他東西 我們再來看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表單部分的話 大概就三個啦 所以這部分 那我們如法構置一下 假設說我今天要做一個那個計算面積 輸入半徑 它就是 所以會有INPUT的那個文字欄位 就是輸入半徑 請輸入半徑 輸入完之後 這個 這個上學期 我們的範例 輸入完之後 我是在那個 我們的 3-1這邊 3-1 就是結構部分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把那個 你把腦下拉 這個是 BMI的下面一個 那這個邏輯部分的話 基本上 就是 跟 前面這類似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當它輸入那個 當我們輸入那個 面積之後 它給我們 它到底這個面積 並且保留到那個 小數點的第2位 這個我想是 上學期的範例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範例 變成 那個Jungle 而且可以有文字欄位輸入 跳出來 也是 那個圓的面積 那該怎麼做 那當然我們有 按部就班 當然第1個 我們現在還沒有 沒有用那個 就是 輸入文字欄位 那個 樣板沒有 我們可以先 用 之前講過啦 也許你可以傳一個什麼 傳20 傳給它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 那它最後把面積 也是取到小數點第2位 那第2個是什麼呢 我如果不是傳這種方式 就是 後面斜線 第2個 方式就是 我用參數的方式傳 H加個問號 問號 然後呢 它的那個 半徑給它 等於多少 傳遞參數的話 第3個H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種表單的方式 所以請各位 稍微 想一下 如果你要複習 之前的這個 練習的話 其實你可以第1個 你開我們 的 這個 Eclipse 然後呢 先不要 放Jungle 專案 也許我們用那個 之前講過 你可以在TEST裡面 TEST專案 Source 裡面的話 可以新增 一個 New 一個Module 名稱也許叫什麼 Cycle之類的 我記得 這邊有 那我一樣 把這個Cycle 那程式嘛 雲端上有啦 所以如果你打字比較慢 最好是可以從頭自己打一下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是Python 還沒有到Jungle 它會跳出什麼 Input 請輸入 計算面積 請輸入半徑 輸入20 Enter 它會把面積 調出來 實際上裡面的Input Input就是從這邊 到這邊 這個Input 輸入之後 20 就會丟給什麼 丟給前面這個A 那這個A的話 計算完之後 它就是 用Mass去調用那個Py 然後呢 P乘上 A的平方 就是半徑的平方 平方就是兩個乘 平方 然後最後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 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 然後呢就是它的半徑 相乘的結果 不過原來輸出的話 假設說你是 沒有用那個什麼呢 小數點的第二位 原來是這樣 假設我原來是 把這個 最後的面積 用那個字串的方式輸出 長得會這樣 可是問題來就是 這個地方輸出的話 它會變成不是小數點的第二位 比如說我這邊輸入20 Enter 它會取到小數點這麼多位 那如果我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小數點的第二位的話 無論是Py 像江湖都一樣 方法至少會有三種 還記得吧 第一種方式呢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 把 計算外面包一個Round R-O-U-N-D 錢瓜湖 那它印象吧 這個我們有講過 豆點 第二位 這樣子是一個方式 它就會先在計算完之後 外面包一個Round 如果我把外面包一個Round的話 你輸入20 你會發現會不會小數點第二位呢 會 小數點第二位 有沒有 OK 這是方法一 那這個方法一是實際上真的事實而無路 那方法二 假設你想說 老師我不要用這個方法 我用格式 這個格式有點像 在Excel裡面 你把它 上面不是有增加小數點 減少小路點 或者按右鍵出的格式 你把它格式到小數點 那個是格式 表面上看起來 那如果要表面上看起來的話 如果我用那個Python裡面 記得喔 它這邊有一個叫Person的表示法 就是Format Person表示法的話 一定是Person開頭 Person開頭 就是一個字串 裡面呢 會是Person開頭 那後面呢 跟變數中間呢 也在串一個 用Person 百分比 把它放中間 那 前面這個是它的格式 後面是要給 這個 資料 什麼樣的格式 那比如說 小數點第二位的話 你就是 點 2 f 就可以了 這個有印象嗎 點2f 意思是說 我要取到小數點 的第二位 那f 是flow 是浮點的 d的話呢 是整數 s的話呢 是文字 這個是 裡面的一種 規則性的表示法 格式化它 感覺 跟Excel裡面 按右鍵出的格式差不多 那做出來會不會一樣呢 我沒有run的 來試一下 你會發現喔 第二種方法 20 Enter 有沒有 一樣 它取到小數點 不過呢 跟run的有什麼差別呢 看起來都一樣啊 看起來都一樣 真的都一樣嗎 結 有哪裡不一樣呢 對 對 沒錯 run的是真正的似舍污辱啊 所以 這個面積裡面的值已經真的run的是真正似舍污辱啊 可是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喔 裡面雖然看到是似舍污辱但是實際上存在 這個 裡面的變數啊 它不是真的似舍污辱啊 如果你要真的了解你可以設中斷點 再用除錯模式看一下 應該就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差異了 OK這個概念應該要有喔 不然的話以後喔 很多人老實說都一樣耶 可是你 如果再把你這個面積的值拿去做其他的計算喔 你會發現奇怪 用run的跟用這種方式做出來結果會差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run的是有似舍污辱的 這個是沒有似舍污辱的 你再去乘另外或除另外一個結果一定是 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喔 這可能要跟各位講一下 好那這個是上學期的重點 我們只是做複習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東西吧 把它變到哪裡呢 變到那個我們的Jungle OK 所以再來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這個Logic的project 裡面喔 你要怎麼樣把它搬到 搬到哪裡呢 搬到我們的 這個 Jungle 所以上學期會的話 這學期也要會把它搬過去喔 兩者之間你要能夠快速轉換 所以你可能 可以分兩階段 第一個轉換是 不要表單 第二個是要表單 OK兩個 所以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剛剛的程式碼 是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三支一喔 結構控制 改寫Jungle版本 你可以找一下 那個 那個 姿勢